哈喽我是大哥 今天和你分享我的健身包里面有什么 一些好用的运动装备 还有吃的东西 一个保温水壶 年纪大了只能喝温水 然后是一个这个迷你的弹力圈 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 五个在家运动的小工具里面 安利过这个这个超好用 可以在练前套在你的大腿上 做一些激活的训练 比如说弹力代谢步行走 还有棒式 你做深蹲的时候也可以套着它 来防止你的膝盖内扣 然后是手套 有的小伙伴不喜欢戴手套 说会影响握感 但我还是会戴 因为如果不戴的话 你握哑铃杠铃 这个纸截的地方 很容易长老茧 我的教练说我这个手套很丑 你觉得会吗 但他确实你看到 已经用到已经起毛了 还有两根香蕉 建议小伙伴们在训练之后 吃一些碳水 尤其是快碳 因为呢 无论你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 我们的糖原都会被大量消耗 如果不及时补充的话呢 身体有可能会分解蛋白质 来补充鸡糖原 这样子呢 就不利于肌肉的合成 还有的小伙伴会在练后喝蛋白粉 其实呢 蛋白质最好一天的摄入 不要集中在一餐里面吃一堆 分散成几次比较好 我有带牛奶 还有一个水煮蛋 会在下午的时候在办公室就吃掉它 因为我一般是下班之后去健身 如果整个下午都不吃东西到练后才吃晚餐的话 我会特别的饿 要垫点肚子 然后呢 我还会带两个巧克力在身上 不是我想吃 我是怕我滴血糖 然后下面是 酒精的喷瓶 练之前喷一喷气一些 练之后再喷一喷 这样子对自己对别人都比较好 我还要带一大堆的酒精棉片 然后呢 是衣服 一条leggings 这条好像在我的视频里面经常出现 你觉得它是紫色还是灰色啊 弹幕 弹幕写一下 紫色敲一灰色敲二 我觉得是紫色 但所有人都说是灰色 还有一个运动上衣 这最近刚买的一个 白色的短上衣 然后是毛巾 我一般不会在健身房里面洗澡 可以垫在凳子上或者器械上面 大家都会出很多的汗 所以这个呢 可以防止我弄脏那个器械 或者防止那个器械弄脏我 然后除此之外呢 好像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纸巾 钱包 手机 就没了 我带的东西呢还是比较经典的 其实说实在话 运动装备都不重要 重要的呢就是去运动 我又开始说鸡汤了 孤独星球的创始人他说过 开始去做就完事了 运动装备可以慢慢再买 我在之前分享过 有运动穿搭 还有各种运动装备的视频 还没看过小伙伴 你可以去看一下哦 喜欢这个视频请三连或者点赞鼓励一下我吧 那我们很快会再见咯拜拜 然后是哎呦怎么湿了呀